好 如果說我們提到吃的 黃熟的香蕉含彈量其實很高 如果多吃會容易發胖的 不過熟成之前的綠香蕉 含有大量的抗性澱粉 吃下肚卻不會被人體吸收 只有日本業者看中了這一點 三四年前特別來台灣 跟膠農合作收購綠香蕉 成功研發出了 有效萃取香蕉抗性澱粉的方法 再製成加工食品賣到日本 青色的香蕉搖身一變 也成為了綠金商機 再度串起了台日經濟交流